今天呢是大雪过后两日 天气非常非常好 但是还有一点点微风 心情非常愉快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超薄皮的香蕉熟了 我摘了下来 这个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是没有浓药 没有经过化学处理的 所以那个香蕉的皮 过了24小时已经发黑了 但是呢在树上呢 它还是这样子的 所以还有另外一点呢 他们已经好像这个 还是带绿色已经熟到裂开了 我们在店里买的 通常都是经过化学处理 保鲜啊怎么样 所以熟的时候是一起熟 你看我这个是大自然的 它手有先后 他们自己安排的 这个真的真的很妙 还有这个花也是不错 还有呢就是我的白香果呢 也不错 这个是我的白香果 满天心 不错 怎么说呢 那这个是我的橘子 可以赶得上新年吧 这个橘子 这个天气真的是不错 所以呢心情好了 我就说 人生七十古来西 一眨眼自己也是古西了 想一想呢 人生的缘分非常非常的奇妙 我的有一个老同学 大家已经有六十年的交情了 亲如兄弟 所以呢我就写了这一首打游诗 送给他这个纪念吧 他心正相破百 我就提了这首打游诗 我是说 师胜 知名 知古阳 全印 金服 变流芳 顽童不是 七零苦 爱国幽民 日月长 我的落款 我是说 天公照美 几海大雪 刚过 二千十九 五合一辉 周法大 这个呢 是因为 今天心情好了 我的香蕉也 大蕉也熟了 我吃了非常满意 所以呢 我就 有个感想 就提了这个 我的小打游诗的名字 叫 金迪 都府 所以我就 再想一想 不如 因为我的老同学进来 我们多 通讯 见面 所以呢 我就想 写一张书法 送给他吧 所以 我再念一次吧 我的打游诗是说 世上 知名 知古阳 全印 金服 便流芳 顽童不是 七零苦 爱国 幽民 日月 长 这个是我的打游诗 希望大家欢喜吧 多欣赏一下 今天的美妙的天气 谢谢大家欣赏 真的没得说 老天爷这几天 天公照美 没得说 谢谢老天爷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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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